那闻地活水风说了 这都是自然界的产物 什么时候跟你收过费啊 说太阳普照大地 东生西落 每天如此 土壤 你种什么它就长什么 只要这一方土壤合适 长什么 在什么时候 有适当的水源 该长的就长 不长就不长 风就空气了 什么时候跟你收过费 那吞天地之气 这是最高的一种修行 那你说西洋气 那是特殊情况下 而且那个时间长了 对人不是什么好事 特殊的群体 特殊的人群 不得不如此 你搞得成这个样子 你才 要这样 要要高纯度的 那水 不是有水费吗 那都是人搞出来的 自然界最好的水 那于晋来说是井水 远来说高山流水 那山泉之水 我们接触不到 离自然越来越远 都是人搞出来的花园 他们始终是不鞠躬 上德不得 他实际上是默默无闻 什么时候也没讲话 没有抱怨 是最大的德 下德 直德 老认为你有功德 有什么德 实际上这还算好的呢 多少也沾一个德子 现在根本就没有德了 这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不是鞠躬吗 你鞠的是那个胃 就是说人 作为人 你什么身份 在什么时候 什么场子 就该做什么事 死而后已 问心无愧 也甚至 不管结果 那就只问东宇 无闻说过 这才对啊 你有什么功劳 很多无名无闻的人 那才是真正的大功劳 这就是上德 大德 自然 天地宇宙 这就是道 所以价值说完了 就是为道 世界观 为道无用 这个可能不太好理解 世界上无用 就是处处都可用 你也没有什么 可炫耀的 这就是无用 大用 世界 再多加一个宇宙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一个广义 一个狭义 是 这个日月轮转 这个时间 也代表雨 这个界 那你非要给他分说 这个人类社会 是吧 这个世界观 地球世界观 太阳系 银河系 也可以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本来就 无用 你想怎么用怎么用 那再加两个字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无为 到最后都是无为 都是道在为 所以你如果做到了这个 这才叫真三观 你现在人懂八字了 很少 或者讲病盘 那你 就说三观 我们从道理上 也可以 这叫知同道合 这叫共同 背负 相濡以沫 等等 能同好 也能同坏 才能长久 那你搞不清楚 你的什么追求 你就三观三观 所以呢 要真正做到这个 无私 这就是可谓君子 你要能放空自我 那这就是圣人了 如果你还能 体贴悟道 谁人 这才对